我昨天是第二次去的 第一次去是一個平日 有幾個人而已 其實他們的教會 如果我們聽他們的詩歌 唱詩歌的方法是比較傳統的 雖然他也有一個敬拜隊的 不過敬拜隊都是好像師班那樣的 基本上都是好像師班排隊那樣唱詩歌 在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問了他負責人 是否可以幫他們經歷聖靈 他說可以的 我彈琴唱詩歌 他們就已經很感動了 有些人就很大的安慰 然後之後為他們祈禱 幾個經歷聖靈 這次也是的 這次我也是去彈琴 也是他們為他們經歷 然後講完信息 我就請他們出來為他們祈禱 因為我很著重他們投入 他們投入 神的工作就加強 他們投入的時候 的確看到聖靈是很大的工作 他們很多人是很感動的 很大聲的回應 很多人分享 很多人分享 他們在過程中如何安慰 其中我也有教過 為人按手祈禱 在下午的時候 我見到 最初見到兩個年輕的女生 後來見到兩個更小的女生 因為我示範 其實為小朋友祈禱 是更加容易經歷聖靈的 那我就請他們上來台上 那兩個小的那兩個 就經歷更多 就是他們很明顯 就說到他們很平安 很興灑 感受到神的同在 就帶他們去信耶穌 在這個過程中 也有很多人是靈命被更生 所以都是感謝神 給我們有這個機會去宣教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時候 你也可以參與的 請問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